李珊基与李多颖于去年4月结婚 虽然两人的婚姻不被外界祝福 但完全不影响两人的感情 同年11月便宣布怀孕的消息 让外界超级震惊 而5日晚间就还没透露 李多颖以平安生下女儿引起关注 感觉还没报道 李多颖在5日平安生下了女宝宝 夫妻俩正式升格为新手爸妈 随后李珊基的经纪公司也证实了好消息 并表示李珊基今天迎来了一位女儿 首度曝光了首两口的孩子性别 而消息一出 粉丝们也纷纷献上祝福表示 恭喜 感觉李珊基之后就会变成女儿了呢 一分钟 今天的赞幸福是可以说出现了一个人的赞幸福